觀眾朋友歡迎收看雲端最有錢 我們一起跟您守護健康 守護荷包 那麼這個今天是升級三級之後 第一天的上班 希望大家都是健康平安的 那麼也在這邊特別呼籲大家 這個時間大家一起團結一致 遵守所有的防疫規範 不要讓自己這個成為防疫的破口 更不要心存任何的僥倖 那我們相信這個時間點 大家一起同舟共同 一起團結一心 我們臺灣一定可以再次跟世界 證明臺灣奇蹟 證明我們這個防疫的大家 這個團結的信心 那麼今天我們來看到 今天的臺股可以說是正面臨 這個恐懼的總和 濱臨了 我們看到包括缺水 缺電 缺疫苗 那麼國外又通膨來襲的這個壓力 股價值是落的臺股 到底這個時間點 你是該站 該接 還是該跑呢 我們今天會深入的追蹤 那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也都經過了這個體溫的量測 以及這個消毒 之後進到我們棚內來錄影 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 在確保健康之後 可以幫大家一起來分析現在的磐石 那我們現在看到一連順最新的新聞 那麼時間點讓大家覺得蠻 慷慨的是這個美國 我們臺灣人戴上口罩之後 美國人現在是開始這個脫下口罩 美國的戰役告解 現在將近六成的成年人 都至少接種過一劑的新冠疫苗 那麼確診人數持續在下降 現在是朝向正常生活邁進 那麼這個現在的紐約市的地鐵搭乘人數 已經超過兩百二十萬 是去年三月最恐慌以來的單日新高 那麼全美機場搭機人數 也超過一百七十萬 所以美國經濟是朝非常正面的重啟 那麼在歐洲我們也來看到 歐洲一樣很多國家是解封在即 那麼很多的國家呢 現在目前已經開始要朝向這個解封之路前進了 那麼主要是因為這個疫苗施打的情況 所以包括了包括在這個酒吧餐廳之內 還有包括這個出國旅行 都是陸續在解封當中 不過有一些這個在蘇格蘭這邊 因為大城這個有一些大城市 變種病毒的感染病例 在增多當中 還是會實施部分的限制措施 那麼另外來看到美國通膨預期 這大家比較擔心 對股市比較有影響了 因為這個通膨預期認為這個目前 已經創下了十年來的最高 所以經濟學家這個通膨預期的這個數字 是繼續往上修的 好 那這個對臺股以及跟美股 會發生什麼影響 我們待會來討論 那目前累積的病例 現在這邊大家都很清楚 每天都在關心 是兩百零七例 那今天馬上會再公佈了 我們大家再持續來追蹤 那麼雙北現在是升到第三級 那麼大家比較在乎的是 這個什麼時候 有沒有可能會升到第四級 那麼現在股災在臺股方面 真的跟大家一起來看 在五一二的股災 是刷新了很多的紀錄 包括在五一二是盤中的最大跌點 也是盤中最大跌幅 那麼收盤的跌點是史上次高 成交進而爆天量 那留下長長的下影線 這代表什麼樣的意思呢 那麼集中市場成交張數也創下新高 不過這邊特別要提醒 我們之前說過 有很多的股市小白 那這一波很多人 衝衝衝 真的要非常注意自己的 這個整個資金配置的情況 因為最近看到了很多的 讓大家看了蠻傷心的新聞 就是違約交割潮又來了 這個整個暴增量 光在五一二這天都超過三億 全部集中在這幾個非常紅的 就是鋼鐵人航海王身上 那麼鋼鐵人航海王 今天繼續殺 到底要怎麼樣操作 那現在國家隊的態度 也是大家說股民在關心的 現在國家隊是互盤待命中 要立黨今天的股會雙殺 這是在這幾天 也很多記者在問 到底這個金管會怎麼做呢 那麼現在官方的說法 都是說會適時的準備 這個穩當股市的一些穩定的措施 那麼現在這邊外資是有三套劇本 也大家大家一起來看 那麼一個是說回測到 如果上一波的這個低點 一五一六五的話 有守的話 那有部分資金會開始來進場 承接這些超跌段 那守不住的話 整理時間會拉長 那如果這個今天的這個中場 明顯收繳的話 那只是這個目前看起來的話 只是這樣的話 就是守住一五一六五點 是更強一點點 市場的信心恢復會比較迅速 那麼優先是承接電子股 這個方向大家認同嗎 我們下面如果留言 大家可以一起來留言 表示你的看法 那麼今天央行也說了 央行是說這股會的部分 股市金管會有這個劇本 那麼央行是說 已經不排除會無限量的供應美金 就是把臺幣利手在二十八元左右 那其實這個很多人看 很多恐懼的這個報導或新聞之後 再回頭來看看 第一季的這些財報的數字 其實看了之後 應該會有點信心 因為其實第一季整個數字 不管在營收獲利的情況 太多公司都創新高了 現在基本面不抵達的恐懼面 這時候到底該怎麼操作 好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分析師李永銘 歡迎永銘哥 好 請來賓大家午安 好 標股上校朱家豪 歡迎朱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時候也需要投資百優姐 阿斯培林歡迎 大家好 阿斯培林最近出了一本新書 是 是教大家不用看盤 也可以獲利的三十堂課 最近行情越看盤越痛苦 最近真的真的是 就是說乾脆把這個電腦關起來 手機關起來 看是不是睡一個禮拜之後 情況就會回到原點 可能就好一點 睡一覺醒來 可能就完全恢復正常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搭架心情 網友其實現在這個 各方面反應非常多 我們幫大家稍微先輕鬆一下 整理一下 很多網友說 最近應該是可以更專心上班吧 那事實上有的人連班 可能都不用上 因為今天這個停班 這個很多地方是 如果有些確診的情況是停班 那麼很多這個小朋友都已經回家了 所以可能很多人說這個專心上班 或是專心帶小孩 那還有網友說 要等什麼等 急什麼急 跌到一萬二再說 會有這麼恐怖嗎 那網路上這個梗圖 其實看了真的不知道是該哭該笑 確診人數跟斷頭人數相比 這邊大家說現在比較慘的是確診 還是比較慘的是斷頭 這個當然生命比較重要 但是在網路上還是很多人在討論 你看斷頭人數排排排 這個後面人籠還非常長 今天可能又蠻多的 確診人數這邊也是在這個增加當中 我想先幫大家問一下 當然大家最關心的是台股還會不會跌 那指數會跌到哪裡 三位都是非常有經驗的重量級來賓 幫我們預測一下 永明哥15013 就嫌波低點破了 也比較好的支撐 然後這個朱老師是 還有一萬四千五 短線會一萬四千五 然後這個阿思平是一萬五 好永明哥你先講 好第一個部分 就是說當然跌到這個為止 我覺得對很多的小白來講 因為剛進股市 從來沒有看過賠錢過 不管你今天是衝IC設計也好 衝鋼鐵王 這個鋼鐵人航海網都一樣 但因為我們有歷經過1997的亞洲金融風暴 2000年的這個千禧年的這個 這個災變網路泡沫 再加上2007年2008年的金融大海嘯 2010年的這個歐債危機 所以到現在為止的話 我要跟各位來講 第一個內心要先告訴自己 這到底是本土的問題 還是全球的問題 如果說這個是屬於像去年的3月份 美國也出事了 台灣這個地方也出事了 竹科也不能上班了 那我想這個問題就比較嚴重 但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是台灣本島的一個防疫 那第二個我們再來看一下 台灣的經濟主體 到底是內需還是出口 如果是內需的話 那這次這樣的影響一定很大 但如果我們的出口 基本上都是銷歐美 那歐美都在復甦 他需要我們的電子代工產品 那這一塊的話 問題就沒有第二個那麼嚴重 那第三個部分 你的中科 你的竹科 你的南科 有沒有大幅的染疫 然後導致我們的出口品出不去 那如果沒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以我們的電子公司來講的話 第一個現在很多晶圓廠都是無程式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都有自動化 第三都有分批管制 所以回過頭來大概就知道說 原來這些問題 基本上就是以跌止跌的多殺多 那世界上的事情 總有一個鏡頭 所以我這邊給各位看一張表 基本上在殺多的一個過程中 只能去算籌碼的安定度 那目前我們看到的一個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大盤到上個禮拜五 不含今天 其實整波的一個跌幅大概是14% 那我們的融資基本上 已經減了15% 所以融資已經比指數多了 對不對 而且今天勢必指數也跌 當然跌幅會增加 但是融資還會再繼續減 而且融資也不會減到明天 它會持續性的減 所以未來的融資一定趕過這個指數的跌幅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來看OTC OTC的一個部分早就已經超過了 第三個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電子股 電子股在上個禮拜五 融資的減幅沒有比指數的跌幅大 但是今天我相信一定趕過 現在另外要看的就是大家最關心的 還沒有辦法止跌的 一個是航運一個是鋼鐵對不對 航運來講的話 其實它的跌幅跟它的融資的減肥幅度 還差的遠 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講 其實的航運 這裡面即便是政府去撐長榮陽明 但是很多的一些包含你看到的空運 或者是散裝 這一塊還在修正 那鋼鐵有點特別 鋼鐵的狀況是 融資的減幅已經夠了 可是股價還止不了 所以這點來呼應剛剛 慶儀在講的一個觀念 就是說世界上明明要有一個東西 叫通膨 那你如果是看好通膨這件事的話 你航運的運價也好 你鋼鐵的這個鋼價也好 應該要持續漲 你鋼鐵不應該殺成這樣 因為你的融資減肥幅度已經夠了 所以只有一個事情在告訴你 這波的原物料 其實它是一波到底 那換言之來講 你現在沒有看到的壞消息出來 其實它已經在預告 未來的鋼價再高不易 因為中國這個壓抑 那也就是說通膨這件事情 根本就不會變成 未來的很大的隱憂 那如果不會變成隱憂的話 那台北股市就有救 所以我們給各位來看一下 在已跌止跌的過程中 對 我們來看一下 樂觀版2的話 那今天的盤中已經破15165了 已經來到159 所以勢必上這個前低已經破 但是問題是破的關鍵是誰 不會是電子 因為電子你看基本的全智股 包含像台積電 台達電 他們其實聯發科沒有破 5月12號的低點 沒有破15165的低點 是傳產在破 所以傳產在修正的過程中 它會把大盤往1500點 15000點這個地方帶 跟阿斯品剛剛的講法差不多 那最後給各位一個結論 就台灣在整個坡型的規劃裡面 各位這張圖其實是給各位 打了一個強心針 也就是說這個17709 會不會是歷史上的高點 會不會 我的答案是不會 因為17709這個點 充其量呢 它是第四波的高點 那你說為什麼不是第三波 或第五波 因為從技術分析的角度來看的話 基本上在第三波的過程中 它只有七浪沒有到九浪 所以17709不會是第三波的高點 那會不會是第四波的高點 會 因為第二波整個 基本上是走一個比較簡單波 所以現在這個在做氣型的複雜波 換言之跌到了這個地方 我們測了幾個標準 一個是1500013 也就是第一波 C波第一波跌幅的這個對等 那這樣子算起來有一個支撐 那未來要提醒大家 從這裡到這裡 可能也不容易再到兩萬點 也不會到什麼一萬八千太多 大概原則上就是突破了17709 交代一下 但是至少有一個大反彈 OK 這樣聽起來這個 還有這個可以突破前高17709 至少看起來有三千點 差不多可以期待 是啊 所以這個知道還有希望的話 這個黑暗中的這一段 痛苦期就比較好熬過 好 朱老師你怎麼看 朱老師你是看最低的一萬四千五 我從這個技術面來講 我們的倒盤 以日線來看 當然是空頭了 我們就說看短線 大家也都知道月線也跌破了 這個一定是一個空頭 所以在短期來說 你的手上最好是任何的上漲都叫反彈 像今天早上盤很強嘛 不是很強 就有些股票在彈 那你都要把它視為反彈 不可以去加碼去追 這點先跟大家說明 因為盤跌下來不要去摸底 這個底一定要讓它表現給我們看 那我剛剛有講我們的探底 可能會到一萬四千五百點 那這個原因就是說 我們因為我們現在在錄影的時候 當下還沒有收盤 如果我們的收盤把一五六五跌破 那就叫確認 如果收盤把它拉一個下引線 那這個地方 這個反而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支撐 所以到快收盤的時候大家來看一下 如果收盤跌破大概就會去探這個14500 而且上面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因為我們都知道上禮拜二禮拜三 那兩根長黑都七千億 都超過七千億的壓力 所以基本上我在這裡講說 跌破當然大概會還有一段跌幅 但是就技術分析來講也容易滿足了 因為它連續這樣下沙 在低點也容易滿足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注意看 有沒有止跌的訊號 所以我剛剛有講 如果今天收盤再留一個長下引線 那這個止跌訊號就比較強了 它就比較強 那當然明後天還需要有一個往上 其實今天蠻可惜的 因為我們的疫情更加嚴重 本來我們禮拜四禮拜五 已經出現兩個小十字 小十字的變盤線 如果今天疫情不是因為禮拜六 禮拜天疫情更嚴重的話 這個地方應該是有一個反彈的機會 那至於長線來看的話 那因為上面壓力越來越大 所以大家應該要有一個心許準備 大概要一段時間 是很難熬的 它要打底 就技術面 你還是要打一個第二隻腳出來 然後才有機會再佔季線 再攻這個月線 那可能到第四季 今天要四五六了 大概第四季 還是有機會去攻我們的歷史高點 17709那個位置 但能不能過就很關鍵 因為能不能過在我們的破浪理論 就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到時候我們再看 OK好 所以看主要是今天這個縮盤的黑K 的是什麼樣子 我們待會再來看 這個阿斯匹林 對我們說這個行情受到什麼 受到疫情的影響 如果沒有疫情也不會跌得這麼兇 因為歐美股市都沒事 人家拿下口罩我們戴起來 對所以我們重點分析疫情 那我們說這波疫情 有比去年三月嚴重嗎 去年三月的時候是病毒剛出來 沒有疫苗對不對 全球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擴散的程度非常大 是全球化 那現在美國疫苗都快打完了 那我們感染的數跟全球比 還是偏低 那美國確診人數是總人數多少 十分之一 如果換算成台灣這個總人數 要兩百三十萬 嚇死人 那全球這樣子 但每個國家都確診 都比台灣多十倍到一百倍 哪個國家因為疫情全面的崩盤 是沒有 所以台灣的只是一個感受的程度 所以我認為疫情它只是一個短空長多 那台股剛好相反 因為疫情把這個籌碼大量的清洗過後 反而有一個短多的機會 但是整個大盤的這個散戶的泡沫被戳破掉 因為以前在這兩個禮拜以前 你反而覺得台股是短多長空 現在哪有多 我說我未來會短多長空 未來是短多長空 對未來會短多長空 因為那個籌碼一乾淨以後 反彈的契機就出現 你講疫情一控制就會往上了 對不對 假設台灣疫情控制不住 美國就大量的運疫苗來就好了 這個是一定可以控制得住 我們政府是超前部署 我們人民是超超前部署 我們現在是用四級的防疫態度 很多公司都四級準備了 我們用四級的態度 在對抗2.5級的 如果你去美國看 他說奇怪 就沒有那麼多人確診 為什麼要用四級的防疫態度 為什麼接口都沒人了 全世界只有我們這樣子 主動封城 對啊 才0.01%的人確診 封城了 這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我們的控制的程度 一定是會很好 所以只要疫情一控制住 比如說只要確診人數一旦下滑 台股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但是在兩個禮拜前 所有的散戶都跳進去 造成整個台股的泡沫化 因為這個疫情被破壞掉 所以長期這些散戶 有些事已經完全受傷 違約交高是再也不能信用交易了 對 這很多的散戶是再也回不來這個股市 所以長期結構這個動能是少很多的 OK 好 那因為這些波市 剛剛講是因為疫情加上各種恐懼的總和 那像這樣子的施數列車的台股的現象 會不會越來越頻繁 我們說這次施數就是因為前兩個禮拜 我們應該說一兩個月前 這個台股是非常的過熱 因為交易人數我們可以看到 交易人數是破紀錄 有交易人數是一直上升一直上升 當中數也上升 甚至連成交量都來到6000億 7000億 8000億 重點是來到8000億 大家都不會害怕 以前我們台股有經驗看到4000億我們就發抖了 看到5000億我們就腳軟了 有一天我記得上禮拜 融資單日增加79億 我就上臉書說我腳抖了一下是正常 腳軟啊 一天的融資增加79億 腳不能軟嗎 很多人都說融資才是主力 你不懂 所以散戶自以為是主力 結果跌下來你就看 而且高檔的外資都是大量的佈局空單 所以這波外資又大勝了 所以這波跌的速度之快 連外資都嚇到 所以外資並沒有持續性的追空 那看一下說 包括老闆 那個花旗老闆 那個台灣跌成這樣子 我們要不要追空 他說染疫速度有變快嗎 冰煤我小很多 有像印度那麼可怕嗎 也沒有那麼多 有像日本這樣子嗎 也沒有那麼多 那趕快回補空單 你懂得意思嗎 我們太不理性了 沒有看數字 不想好像在外資上班 對 主要就是因為融資過快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上次 上個月的有交易人數 來到多少 來到345萬 你可以看到 這個橘色的鑄狀 在過去一年來 是飛快的增加 男女老幼 我們一個月前 很多人就這樣不小心就畢業了 沒有風險意識 之前我們只要去吃飯 你前後左右都在聊股票 這就是市場過熱 所以這些人當然就會 不會資金控管 那個是高槓桿的在玩這個交易 這波是一個去槓桿的 這波拉上來 這波消滅的是什麼 你用融資買股票的被消滅 你玩選擇選賣方的被消滅 你用期貨做多的被消滅 用股票期貨用全震的都被消滅 所以台股之前是靠高槓桿 你用100萬你玩到300萬 500萬玩到1000萬 所以造成這一波的一個大幅度的下滑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外資在最近 明明劇烈的下跌 但是外資的空單迅速的迅速的回補 到上禮拜為止已經回補了 兩萬兩千口的空單 整個三萬七千口的空單 只剩下一萬五千口 所以我們說就客觀的數據來講 這個低點應該是不會太遠 其實都給大家一些未來的盼望 那接下來因為很多人可能對於歐洲 或者美國這樣的一個 在當時封城的情況 跟股市整個聯動性 不是那麼有印象或是有感覺 我想請這請有明表大家分析一下 疫情會怎麼影響我們接下來股市 第一個我先跟各位預告 包含等一下可能公告出來的確診人數 甚至到明天 可能會超乎你的想像 我們假設最壞的狀況 因為以現在這樣的一個速度的話 200已經算是一個這個標配了 從200以上往上表 那當然因為從美國的經驗也好 從這個歐美的經驗也好 他其實在初期上升速度都很快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 現在以去年3月的例子為例 這個你看到這個藍色的一個 現狀圖的一個部分 包含像死亡人數跟確診人數 在當時的一個歐美 其實都是快速的飆升 那他飆升的高峰 基本上是在4月中到5月這段時間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對下來指數的低點在哪裡 以美國的納斯達克來講是在3月23 以我們台灣來講是在3月19 就是8523 所以這樣各位了解嗎 就是如果你現在已經預期台灣 未來有可能超過500 假設我們講一個很誇張的速度 單日超過500 好 然後進入到4級防疫 那這個衝擊量的話 會對於整個在想像空間上來講 就是美國去年的4月跟5月 在走的這條路 可是問題是它的3月份 美國的科技股跟台灣的整體指數 是落底的 那如果我們再來講一個更糟糕的狀況 叫封城 因為去年這個之前很多的歐洲在封城 歐洲封城的最高峰 如果以這個比較深紅色的一個線圖來看的話 都是從4月1號開始 4月1號幾乎是全面的封城 你包含看到重大的一些什麼歐洲的一些城市 除了一些東歐的國家 但問題是整體美國的指數 當時美國也封了幾個州幾個城 沒有全面性而已 歐洲是幾乎是全面性的封城 可是你去看我們這個納斯達克跟台灣指數 都是在3月底的時候 一個3月23一個3月19 所以我今天要用這樣的一個經驗來告訴各位 我們有一點點是在之前的去年3月 我們做得很好 那後來鬆懈了 那鬆懈了之後呢 現在全世界開始有疫苗了 我們台灣疫苗配的沒那麼多 所以我們開始爆發 那你充其量可以把它解釋成說 這個會影響到我們的總體經濟 也就是說我們整個第二劑的GDP GDP要下修大概0.4左右 那整個全年度的GDP下修 但是它不會影響到出口 因為出口的消費端 還是在歐洲跟美國 甚至中國大陸 所以這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回到一個 基本的一個架構裡面 這裡應該是財富重分配的開始 也就是說它很可能針對一些現股買賣 有能力分批成接 或者是開始的時候來 固件下一個多頭的部位 那最後給各位看一下 你們有沒有發現去年從低點上去 沒有在打腳 都是V 都是V轉 你包含像台積電的235.5 你包含像很多 你現在歷史上看到很二丸的 早知道的那種千金難買早知道的股價 其實都是V的底部 所以也就是說 這次籌碼清洗乾淨之後 任何的回升都是從反彈開始 換言之去年也是破年限 對不對 你乖離夠大的第一波先反彈 走橫向之後再來攻 這是我的看法 ok好 這個去年的感受 這個去年的二晚 應該很多人還這個應該還記得 所以剛剛有明提到一個 就是財富重分配的開始 問題是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樣進場 因為很多的股價 不要說是已經是合理價 這個已經不合理了 因為太便宜了是破盤價 跟它的整個業績來相比的話 真的是很便宜 接下來策略應該要怎麼樣做比較好 我們先從技術面來看 朱老師 那個我們一直講 股票其實是有一個歷史的經驗 二十年前大家都知道 12682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這個狀況 這個股票就整個跌 所以我們一直跟大家講說 在做股票的時候 就是當全市場都很熱的時候 那個指數又在創歷史高點的時候 你那個時候就應該要以這個風險為主 就要控制風險 所以我那時候也跟 在節目上也跟大家講 你的資金最多最多 只能到四成 而且只能做短線 那如果現在我們回頭來看 就是到今天來看 你就會覺得說這個策略是對的 因為你做短線的人 不可能跌到月線季線都還在爆 你跌破五軍就應該要跑了 那你就不會有這一次的這個股災 把你套住了 那尤其我一直跟大家講 用融資做股票的人 更是只能做短線不能做長線 我從來沒有聽過說融資可以爆長線的 爆三個月做融資的 你那個成本太高 交易成本太高 好那現在當下我們的台股已經是空頭了 那短期可能會見到一個支撐 然後有一個反彈 那你之後趁著反彈的時候 檢視一下你的股票 因為你被套了捨不得賣 那如果反彈上來 是你一個短線可以這個算逃命波 你就趕快離開 那把資金收回來是非常重要的 我講這個概念給大家聽 例如說你有100萬 假設你100萬操作 如果在高檔的時候 你只用了四成 那就是四十萬 那四十萬我們來講 如果你即使你是一個很標準的 做這個停損停利的 那我賠10%好了 對不對 賠10%很厲害 你應該要走了嗎 那你才賠四萬 那請問你手上還有多少錢 你還有九十六萬 所以這個股票跌下來 你根本就不會害怕 對不對 你一百萬你還保有九十六萬的資金 這個就是告訴你資金 這個在高檔的時候 一定要控完好資金的分配 那現在我們的股票 大家還有一個問題 那現在跌下去好像跌那麼多 可不可以加嗎 可以接 這個就是我來講 這個在我們一般的投資人來講 是不鼓勵大家去攤平的 比如說長榮 你攤已經攤了大概三個跌停板 到今天還是跌停板 那你這樣攤下去 除非你口袋真的很深 那就沒話講了 對不對 那一般人的操作 心裡面是很恐懼的 你攤了兩天再跌 大概你已經 最後你賣到第三個跌停板 因為你實在受不了這樣子跌 所以我不鼓勵大家 在這裡去加碼 而是反彈的時候去做減碼 減碼的這個邏輯就是我剛剛講 你把資金收回來 還有低點給你買 就是說我們常講 技術面還有底底高 他還要回來測一個 因為主要是看到 可能還有一萬四千五百元 對一萬四千五 或者大概破一萬五 你就大概可以看到很多好股票 底部也開始了 就不跌了 大家都願意來買 那這時候你再開始分配一些資金 當然也不能全部all in 你還是三成兩成慢慢的去做 所以這是我現在給大家做的建議 OK 阿斯平你怎麼做 現在會進場稍微低階嗎 如果你是空手的話 那麼當然 空手啊 空手現在應該開心到不行 對啊 空手麻煩刷一下 嘉儀寫一下 對空手應該很開心 因為我們之前高檔看到融資增加 其實9億我們就不得不空手 因為這是一個過熱的訊號 所以空手當然這地方 就慢慢的做低階 慢慢分批低階 但是如果你是滿倉的人 那你現在就需要先降低你的持股到五成以下 起碼五成的現金怎麼樣 起碼下一波主流的時候 你可以提早去跟上那些強勢股 因為下一波的主流 可能和這一波主流會不一樣 你現在只要看到當大盤指穩 有股票可以率先拉出長紅的 那就是下一波的強勢股 你要留有一些現金 第一假設疫情真的失控 我們認為不會失控 那假設失控 起碼還有五成的現金 可以吃飲保態 但是如果大盤一轉強了 你還可以買一些強勢股 來扭轉的氣勢 所以個人認為是這樣子 所以只要空手當然目前 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這樣子 好友明哥你會建議這個進場分批買進嗎 對我這邊給各位四個指標股 那這四個指標股 按照我剛剛的這個邏輯架構 基本上都會是電子 那為什麼都會是電子 因為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在找盤的時候 其實是針對航運股 針對鋼鐵股去強改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收盤最後的一個結果 很多的個股都沒有打開跌體 那為什麼呢 就是一個先死先生的概念 因為電子股已經先 先死先生 對他已經比別人先掛了 那回過頭來 我要跟各位講一個 尤其是針對小白 你看盤的技巧 各位看到今天OTC是不是很弱 因為他比指數更早去破了 5月12號的低點 這是一個合理的現象 因為基本上一個指數在下跌的過程中 大型股一定會先比小型股先直穩 為什麼呢 第一個外資的空單回補之後 他回頭會去回補 包含像一些全值的股票 來去做一個平衡 第二個政府復盤的標準 也會是在大型 但小型股因為你高槓桿融資 所以他會快漲快跌 你漲的時候很喜歡他對不對 對他很愛 但是跌下來的時候就恨死他 所以現在這四檔個股 大家放在心上 這四檔個股其實已經可以開始分批成間 第一個的話就是台積電 這個是去年285之後 另外一個比較迷人的價位 一個就是在5月12號的518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在今天的低點 第二個的話就是台達電 那為什麼要選台達電呢 因為他本來以前是護國神山群的 但是他屬於這個所謂的充電樁的概念 那他不代表只有他自己 他代表一個就是我這麼高的本益比 我可以撐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對很多成長性跟美國基建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想像的一個指標 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鴻海 因為外資如果說今天把鴻海還沒有下修它的平等 已經調到了156 那換言之你要去用它來針對外資對台股 到底有沒有失去信心 它可能可以降很多手機的一些股票 因為確實5G的手機有點推不動 但是如果就電動車是未來 你看你現在你電視機前面的人 你現在有電動車嗎 或者是你身邊所有的人有電動車嗎 但是你現在身邊所有的人都有智慧手機了 所以在一個革命性產品的時候 鴻海變成一個很重要 不管說他今天做得出那台車做不出來 但是他對未來跟國劇的節目 就是一個想像空間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標的 然後第四個的話就是這一波比較弱勢的友達 因為友達的概念還是會跟原物料一樣 所以大家看壞鋼鐵看壞這個航運 就會把整個TFT面板也給殺下去 但是原則上這四檔個股 我認為除了友達稍微慢一點以外 其他的三檔已經可以開始接 那你說指數搞不好會跌到14500 你現在接不會太早嗎 那這跟很多人跌停板買一張航運股 有什麼很大的差別對不對 而且這四行股票還不見得會跌停 這樣各位了解 所以電子股一定會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那我剛剛說的那個指數 如果未來要小創新高 我也不覺得它能創多少 17709應該是有機會被突破 那後面剛剛慶怡講的那3000點的空間 很可能是電子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通膨不存在的話 美國又不升息 那電子這個地方已經跌到合理價位 那大家已經開始把原物料 從神堂降下來了 因為不是說原物料買下去之後 抗通膨概念就指揮長不會跌 那這些東西都會有助於資金的輪動 而且比較健康的輪動 這也是我的看法 OK好 剛剛講到這個電子股 我想問一下這個朱老師 你電子股你怎麼看 台積電呢 現在的時間大盤已經收盤了 對 那我們剛剛有講 15353 對 沒有破這個15165 所以基本上今天也是拉了一個下影線 那我們還是短線還是15165 而重要的觀察 因為這兩天的疫情的關係很難掌握 我們在技術面來講 對這個是最難掌控 因為它不屬於我們技術面 是屬於消息面或這個心理的恐慌 那如果以電子股來講 也是我很贊成這個說法 現在的電子股很多真的跌得很深的 好的電子股跌很深 不過在這裡你要去接低接的話 還是希望大家不要去盤中追高 你每天開盤去開一個低價在那邊接 那你也不要也是一樣把資金要 你要分配好 你不要說一次我就來接個五成 你先接個一成 假設資金你分十份來 那大概應該接不到第十份 如果你現在我剛剛講 14500你跌下去的話 你每10%去接一成 每10%接一成 不管是台積電 不管是聯發科也都一樣 你就是在相對的低點的地方 去低接 那這當然也是一個策略 不過做這個策略的人 應該是對股市是蠻有信心 還有對基本面要很了解 不然的話一般的投資人散戶 可能你接了明天跌停板就受不了了 所以自己要去衡量一下 如果目前比較跌得低的好多股票 那至於你要有把握或者是買得比較安心一點 還是在技術面最好還是打一個底 有一個底底高 頭頭高 有一個支撐出來 至少知道市場上大部分的人已經進來了 已經不讓它跌了 你可能會買得稍微高一點 但是你會買得比較安全 這是我們就技術面上面給大家做的建議 所以止跌訊號其實觀察很重要 對對對 要有止跌 要有要有第二個底出來 第二個腳 而且剛才我也講 你上去還有很多壓力要克服 即使你買在第二個腳 可能也要抱一下 讓這個多方的力量能夠真正的累積出來 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比較大的一個漲幅 阿斯菲你怎麼看止跌指標 我們止跌指標 我們前面有講過就是疫情 現在疫情確診能數已經來到三位數 那目前都還在持續擴大中 那只要擴大的速度 我們說加速度 一百多兩百多三百多 或者跳八百多 那市場就會慢慢習慣 慢慢相信說這個疫情可以被控制住 這樣子 那如果這個疫情反向減少 比如從兩百多降到一百多 甚至降到兩位數 現在已經很好了 降到兩位數 比如說八十幾個確診 台灣再次展現防疫的這個 就大漲了 那如果降到一位數 那今天確診人數加八 你覺得台股會漲幾點 就非常可怕 那最後最後就出現一個關鍵人物 就是我們的梁朝偉的太坦 關牛加零什麼事情 大家最希望他出現 就是本獨確診加零 加零 確診加零 確診人數 之前大家每天看到加零都習以為常 現在大家多渴望加零 對不對 所以加零出現的時候 對 因為什麼 因為加零出現 台股已經漲得差不多了 我說你現在從兩百降一百 二位數一位數的時候 已經一路漲了 那你可能還太怕 加零的數數差不多 你還是覺得不懂的人 還是覺得說還是疫情 但是台股已經往上漲了 那你還在 還在懷疑的時候 從一百多又降到五十幾的時候 台股又往上漲了 這個時候已經搞不好 公科一萬六 一萬六千五 等到加零出現的時候 可能當天又大漲五百 可能就尾聲了 OK 因為我們說台股是一個短多長空 因為再來就要跟全球的股市去做連結 那我們說 這一波就是一樣 極跌我們就要選 之前跌最深的電子股 因為電子股之前 貨利好像沒有傳產好 但是只要價格夠低 看起來就夠便宜 所以現在電子股的優點 就是因為它的價格跌夠深 所以它的價值就浮現了 所以可以優先以電子股為主 這樣子 所以密切注意一下 梁朝偉旁邊的劉佳麟 來問一下 那現在很多網友也在說話 要避險台股跌那麼沉 0050也摔那麼重 我來買反一好不好 劉民哥 對我給各位 你通常在做反一的人 一般來講的話 你不太可能會去摸底 因為你在摸的過程中 只要指數一直漲 反一一直跌 低還有更低 所以很多人的流行的做法的話 都是第一根紅棒書 但問題是因為你假日的時間 也有收到比較大的一個震撼教育 就是確診人數的增加 所以當時的時候 你在今天早上你去看反一 那個勢必反一一定是一個跳空 那你其實每天在做的 其實就是在前一天去預測 今天的跳空 去賺那個跳空 而不是去在跳空的時候 去幫他創造下一個跳空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你在做反一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是後知後覺 所以真正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去做 所謂的這個避險型的一個操作 我給各位另外一個 我聽到的這個市場上比較難過的一個說法 我記得電子是從四星KY 四月九號開始 跳空跌停之後 整個電子的人氣不見 那那個時候資金就一批一批的往鋼鐵 往航運走 好啦 結果到了五月初的時候 尤其是到五月五號 那個時候電子很多營收公布 季報也開始公布 有些好有些不好 很多人在倡導一個觀念 他說我們要來避險 他說我們怎麼避呢 我們把電子賣光 我們去追鋼鐵跟航運 真的真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那個時候的想法 都認為鋼鐵的獲利非常好 航運 可是殊不知 我剛剛有跟各位念過嘛 我從1990 然後到2000 到2008到2010 怎麼會有人原物料是用本益比在看呢 原物料用股價淨值比啊 因為你今年可以賺這麼多 你不代表你明年或後年可以繼續賺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忍受那個EPS的波動的時候 他是要用淨值的角度去觀察 不幸的話各位 國巨在1310塊的時候 他EPS好到報表 因為可以賺到100到120 如果你用100到120去看1300的國巨的時候 他本益比只有10倍 對不對 就像你現在去看航運一樣啊 但殊不知 你先說兩倍三倍 對啊 殊不知 因為當時的國巨股價淨值比11.6倍之後 就掉下來 這次陽明多少 9.3倍 當然因為國巨是全世界前二大的電子 這個跟MLCC 可是航運股的陽明 他只是全世界第九大 他沒有辦法主導世界的價格 這個題外話 但我要跟各位來講 什麼叫避險 避險不是去殺一個已經跌四成的東西 去追一個漲四成的東西 一樣的道理啊 你現在去看壞你的這個大盤 所以你去買一個已經漲到三成多的一個反一 這個東西到最後一定被下 只有一個可能性 現在有一些生計股 因為你可以知道明天後天大後天 疫情還會再繼續增加 那股價會怎麼反應你不知道 指數怎麼反應你不知道 但是生計股 你可能可以小買一些 但是做法上面你一定要跑短 因為一個不對就要走 對不對 因為不然為什麼去年有人被套在口袋 口罩股可以套這麼久 這一樣的一個道理 所以唯一可以做避險的只有生計 而不是反一 所以生計現在也開始漲了一波了 但是你跑得掉 還可以 因為你跑得掉 因為這個疫情的消息出來 因為大盤是很多因素的總和 對不對 可能電子漲航運點 但是生計股的話它是有體材 但是你一看不對的時候你就要走 OK 我們剛剛看到是反一 現在也是不適合來避險 那剛剛一開始有看到這個很多財報也公布 那鴻海的第一季財報也不錯 那因為鴻海這個是很多人非常關心的 這個存益是六年來同期新高 外資給買進平等 鴻海這支股票有明哥 對 我這邊有寫一個鴻海的一個操作 就是大概在破100的時候應該要站在買方 因為它是所有電子電動車的一個總和 也就是說未來你電動車的希望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平台 不管這個平台 到目前為止還有沒有一個泡泡出來都沒有 連一台車都還沒有照出來 但是這個就是電子股的一個希望 所以我覺得對鴻海來講的話 其實這一波鴻海的線圖不弱 相對來講很多的 你去看台積也好 台達電也好 鴻海也好 他們說實在大概就是回到了 大概季線跟半年線中間 那對於很多技術派的人 會比較強調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在這裡去選擇一些多頭的股票 對我來講 我給各位小白一個想法 你現在看到很多破線的股票 你事後再隔一個月 當市場的氣氛一改變的時候 他們全部叫低基期 所以這個時候你已經玩了一輪 已經買不下去的股票 你回頭會看低基期 正好就是你現在看誰準備要殺他的股票 所以我現在的想法就是 這個市場在輪動的過程中 鴻海一定OK 但是整體的電子股 你不要說明天就是低點 但是用分批布局的觀念鴻海是OK的 OK好 朱老師 鴻海技術面 那個就技術面來講 我們一直都強調一句話 叫順勢操作 那如果你的線型是空頭 那你現在如果你要去做多 當然也很清楚你在做搶反彈 或者做短線 就是說做短線我絕對不反對 做短線你要搶反彈 你要做順勢都沒有問題 因為你做短線基本上來講 是沒有風險的 所有有風險的人就是短線不賣 然後去做長線投資 然後就會有很大的風險 那第二個我也有講 基本面在大盤走多頭的時候 絕對有效 因為大家因為有基本面 大家都願意去做它 就像航運鋼鐵 航運大家都知道 你第一季獲利都哇六塊七塊 那拿基本面怎麼會不好 可是當它一轉空頭的時候 它的基本面並沒有改變 它還是賺這麼多 而且還說缺貨 那個船還在那邊漲價 可是你的股價已經跌了 一層兩層三層 你做短線的人 你一定受不了的 除非你是做長線 看基本面要報長的 我看你就會到100 實際上也到100了 那這樣子你這樣子跌下來 你一定是很難 很難維持你的持股 所以就紅海我也 我的意見也是 短線它可能會反彈 那你空手的當然可以去做 做長反彈 做短線 反彈的時候還是做空 對 但是如果你要 以基本面來說 它還很好 未來還是很有發展 還是我剛剛講的 你一張一張的往下接 100塊接一張 我們講每10% 90塊 大概應該 80塊就跌不下去了 這是我常講 這長線的價值區 它也是從七八十塊 漲上來的 所以大家也知道 現在已經跌到價值區了 那你就要把你自己的策略拉好 那如果你就想說 現在我要報長線 那還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在100或者90這附近 打個底 做一個底部出來 這樣子好像往下跌的機率 就比較少了 那你可以在這裡也是一樣分批 然後它多頭又形成了 你再開始去加碼 我覺得這樣的操作 會比較好一點 好 剛剛講到比較熱門的 鋼鐵人 航海王 有明哥是說就是初青 對不對 你的意見 我覺得我贊成嘉宏兄講的 就是說 以航運股來講的話 可能比鋼鐵股好 因為它EPS的強度夠 那全世界的航運的紓緩 應該是要到明年第一季 那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講 跌下去的航運 為什麼長榮陽明 是比散裝強 比今天的鋼鐵強 當然它也有可能是被護盤的 但邏輯上的話 跌升是有人會想去接 可是鋼鐵股的狀況不一樣 我這邊要跟各位來提一下鋼鐵股 我們就舉中鴻的一個案例 給各位做參考 你去看它的一個現行 它跌下去的這一段 也沒有比電子少 它其實跟很多的主流電子股一樣 都已經跌到了三成 但是為什麼它還止不了跌 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全世界的鋼鐵 它主要是兩大需求 一個是在建築 一個是在汽車 那你現在汽車是缺晶片 對不對 所以你汽車的銷量出不來 那就會影響到鋼鐵的用量 可是鋼鐵為什麼報價長 因為碳中和 但是中國已經開始大力已經在出手壓 因為下游吃不消 所以鋼鐵的反轉速度會快 可是航運不是 因為它畢竟還要再舒緩這些貨物塞港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去做 不管你是強短中線 我都不建議原物料做中線 強短的話是航運 但是以籌碼為遺歸 OK 朱老師 鋼鐵人 還是一樣 鋼鐵現在都是空頭 短線都是空頭 那如果你去做一個比較 也就是說你想要去搶反彈 當然要比較 哪一個比較會彈 那其實鋼鐵的變數蠻大的 在這一陣子 這個鋼鐵也是因為這個 什麼美國基建的需求 然後創造了這麼大一個漲幅 那實際上鋼鐵 這個類股 我講這個類股 在以前來講 是比較冷門的類股 你像中鋼都講過 十年都不會漲 而且這種鋼鐵這個變數又很大 那航運的話就是沒錯 就是說你要去搶反彈 我還是鼓勵你去做跌升的 包括電子股也可以 或者是這個跌升的航運股 會比鋼鐵股要好很多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要以技術面去看 你要去做鋼鐵也是一樣 你就去做短線 如果它很強 但是各位也要知道 搶反彈也是要有條件的 並不是說 今天一開盤它很強 我就趕快去搶 那大概十至八九 你又被套了 所以我們要去搶反彈 比如說我們的大盤 要有一個止跌 要有一個過高 也就是今天還是沒有過高 禮拜四禮拜五 好不容易叫止跌 但是今天很可惜 也就是說禮拜四禮拜五的淚根又跌破了 雖然我們最低點沒有跌破 也就是說還沒有止住 大盤要談也是需要這個條件 那你搶鋼鐵搶航運 也是要有這個條件 要有紅K上來 要比昨天要過昨天的高點 也才有一個短線轉強的一個理由 不然你連短線都還沒有轉強 那你去摸底 那你失敗的機會還是蠻高的 好 阿斯秉你現在這本書 不看盤獲利三十堂 在這個環境裡面可以運用嗎 可以 我這邊這本書講的 後面有一大部分都在講什麼 講交易的心態 所以我們說常常交易當中 關鍵不是你個人怎麼想 你要去了解整個市場在想什麼 現在想待會確診人數會公佈多少 對當然 疫情是最大關鍵 另外你可以知道 之前漲最兇的 一個月前漲最兇的是哪些 就是鋼鐵 航運 還有金融 面板 這些是人最多 人擠人的地方 所以現在這些人都怎麼想 他都想要解套 他都希望整個彈 那大盤可以彈起來 他就想要賣了 所以這三大類股 就是一個月前最強的這三大類股 表示什麼 他們套牢的 籌碼的是最散亂的 所以主力要拉 他也希望籌碼可以沉澱 所以這三大類股 一定要看到成交量慢慢的萎縮 慢慢的萎縮 因為這些大盤動不動就五六千億 就是這三大類股所造成的 所以這三大股一定要讓成交量慢慢萎縮 所以我們會看到大盤的成交量 一定要降到四千億 甚至降到三千多億 整個大盤的穩定性才會比較好 所以籌碼可以了解 整個大盤的一個心態 可以了解其他人在想什麼 所以技術面透過心理面 就可以知道比較大盤的方向 現在心理面很重要 對沒錯 恐懼的一個很明顯的反應 那跌這麼深 一定很多人問說 那我如果資金量夠 那我可能想慢慢進場 有哪些跌深的一些好股票可以減 我們說以電子股為主的話 有兩類 一個是像之前的DRAM 好像是金豪科跟旺 它基本面沒有太大的變化 因爲說還是往上走 但是股價已經跌四成到跌五成 對不對 像有一個類股是比較特別 像6781的AESKY 它是做什麼 它是做電動車的鋰電池 今天大盤跌成這樣 它是怎樣 它上漲連續上漲三天 今天怎麼樣就是不會跌 因為未來的電池 其實就跟以前的石油一樣珍貴 那所以像這種是相對強勢股的 就跌都不跌的 這種股票 在這種行情這麼差的時候 特別容易看得到 因為萬綠從中一點紅 像今天另外一檔電子股 3189的緊縮 也是從頭到尾都是上漲的 那當然就不要說 第一它從來乾淨 第二它的基本面慢慢有轉加 所以這些比較強勢的電子股 你可以留意 然後跌比較深的電子股 你也可以慢慢的留意一下 OK 周老師有建議的嗎 大家可能忘了一件事 我們在二三月一直跟大家講 五六月會有一個除權除息的行情 那可是三四月就拉上來了 這個疫情沒有發生之前 拉到一萬七千點 所以有很多的股票 這個除權息的行情 也就是說殖利率都被打 被打低了 現在又回來了 現在又回來了 高雷遍地都是 所以我覺得短線上 因為不管是一些其他的基金 或那些比較大的基金 也是趁股價低來買 不然明年它的業績就會受影響 所以殖利率超過10%的 你可以考慮一下 超過10%的 今天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一起把防疫做好 守護健康 守護核包 臺灣加油 下個禮拜直播再見 拜拜 拜託